警車迅速抵達急診室 車上三歲女童需要治療 大家怎麼了 這好像熱精卵 老師抱著一動也不動的孩子 也非常著急 有沒有在接划卡 沒有 它是開機車發生的 應該我來看著 你是誰 我是賴老師 那你來看著 有啊 那走 沒事 沒事 情況緊急 急診室裡面 所有人全部動起來 仔細看其中一名老師 鞋子都來不及穿 赤腳走在柏游路 會這麼快速抵達醫院 是因為幾分鐘前 老師跑來派出所求救 當時隔壁消防分隊的救護車不在 袁警德之後立刻開警車協助 一路鳴警笛 路過車輛紛紛禮讓 從派出所到醫院 原本十分鐘的路程 最後只花了四分鐘 醫生說六個月到六歲幼童 有的人如果感冒發燒 一天內可能會熱痙攣 家長要特別留意小孩 避免口水嗆到咬傷舌頭 雖然事後女童住進家戶病房 但幸好治療後也保住健康 第一倍前往黃建國 韓上倫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